看一下 OK 前期名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一樣切到Visual Basic 第二個的話請特別注意這個前期名怎麼寫的 跟各位講我把它刪掉 其實非常簡單 其實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格式化這一段 複製下來改就可以 但是改哪些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用邏輯推敲 第一個把它複製下來 我是拖拉加Ctrl鍵這邊改成前期名 好 那接下來的話哪些地方不一樣 有沒有我們一樣來推 第一個就是說一樣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一樣是判斷什麼 判斷這個範圍沒錯 也是不是小於等於7 也沒錯 差別是說他這邊是怎麼樣 把它的底色改但是我現在不是要把它底色改 我是希望怎麼樣 請你幫我把那個找到的那個資料 那個資料就這個 Sales的I列的這一欄的資料 就是這個這個裡面的資料 幫我放到這邊來 所以其實主要是解決什麼問題 解決把那個找到的那個數字 12好了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 放到12 也就是說把找到的那個儲存格的資料 放在指定的儲存格的位置 那這個是F2 F的第2列 可是找到的話呢 他應該下一個應該是F3 F4 你不能說一直用F2 所以寫的方法 第一個 如果我要改的話 很簡單 把什麼呢 把這個intro color 這個後面這一串 Delete掉 這個是我要找的資料放這裡 然後前面請你特別注意 加個等號 加個等號 為什麼呢 你要把這個資料放到前面去 它的規則一定是這樣 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 所以我把這個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呢 前面改F 然後這邊的話改成2 意思就是說 把第一次找到的12 放在F2裡面 那第二次找到可能是21 可是問題來了 他還是2 那就會造成一個問題 什麼呢 他會被什麼 蓋過去了 就是12變蓋 蓋過去 F2裡面變21了 怎麼辦 所以我們理論上應該 把這個2變成3 3變成4 4變成5 一直往下放 有沒有 才能夠一直往下放到8 有沒有 2到8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讓這個數字改變 特別之類 你就需要一個變數 什麼叫變數 其實這個i也是變數 意思說他裡面的資料會改變 的意思 有沒有 2到43 因為他改 23 所以這邊有個簡單的技巧 如果將來你的這個 裡面的資料會變的話 那你就先第一個 先在上面加一個變數名稱叫K 這個K字一取 你叫A也可以叫B也可以 OK 等於什麼呢 等於他的初始值 他第一次呢 是放2 那我就是K等於2 那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K 那當然他這個地方一樣 放的時候呢 第一次也會放什麼 放F2 意思是放在哪邊呢 放在 這個儲存格裡面去 有沒有把找到的放儲存格裡面去 但問題來了 K的值呢 他永遠都是2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法讓他 加1 有沒有 把K的值 加1之後再存回去 所以特別是要 底下再加1行 如果我今天把12 放進去之後呢 特別是把K這個值 裡面的值加1存回去 怎麼寫K等於什麼呢 K怎麼樣 加1就好了 特別注意喔 所以他會怎麼樣 幫你把K加了1 本來是2 變3 再存到 K裡面去 也就是說呢 會把那個原來的2蓋過去了 那這個時候K就等於3了 那3之後的話呢 再下一個 他就變4 變5 變6 一直到8 為止 就完成了 乘4呢 就寫完了 OK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OK 我們來試一下喔 乘4寫完之後 接下來呢 當然喔 如果你 我怕同學可能會這樣跑太快 我按F8好了 主房來跑跑看好了 所以這邊我把它Enter一下 往上一下 好那F8 K現在等於2嘛 所以你會發現K現在等於2 裡面 大家先找第1個 第1個是不是 所以一直讓他跑這邊射中斷點 讓他跑跑跑跑跑 跑到I等於多少呢 I等於13 13列的時候呢 那裡面是12 放到裡面去 所以把資料 這個資料 放到這個F2裡面喔 有沒有就這樣敘述 F2他就放過來了 所以以後呢 把另外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一個儲存格放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就是這樣寫 那特別是他的規則 一定是喔 等號呢 就是意思說 把後面的資料呢 幫我賦予到前面去的意思 複製一份到前面去 特別是喔 這個等號跟以前 我們數學裡面的等號 是不一樣的意思喔 意思是把後面東西放到前面去喔 跟以前的數學 所以有的同學 容易受到以前學數學的影響很深 這等號雖然也是等號 但意思是不一樣的喔 OK 然後呢 底下就是什麼 現在K是等於2 那我要怎麼把它變3 很簡單 加了1之後存回去 所以現在是 2 所以我把它加了1 存回去 這行執行 所以這時候K的 K等於3 OK 那依詞類推 再再來往下找 那就找到 找到21 那所以K因為等於3 所以他就往下再放下一個 21 那再來當然也要往下放 所以K再加1 就等於4 所以就依詞類推 再往下放第4 然後按執行 全部跑完 就列出來了 OK 所以 請